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1月1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微播 我是Jennifer 美国总统就职仪式20日登场 现任总统川普明确表示 不会出席当天总统的就职典礼 也将成为一个世纪以来 唯一不参加接任者宣誓就职的总统 20日当天 川普还要举办盛大的卸任典礼 综合媒体报道 川普已发出邀请函 邀请宾客20日早上8点 来参加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举办的卸任典礼 这比拜登的就职典礼早了4个小时 典礼的细节尚不清楚 不过受邀者被告知 要在早上7时15分之前到达 官员们则精心策划典礼活动 以最高规格还送 也会有21响礼炮 接着川普会搭乘空军1号 前往他预定居住的海湖庄园 根据川普发出的邀请函规定 参加者最多携伴5名 并且必须戴上口罩 近日因为担心在拜登的就职典礼上 出现现场人员发起内部攻击 或其他威胁的情况 联邦调查局展开了 对部署在华府的2.5万名 国民警卫队士兵的背景审查 今天美国代理防长米勒发布声明 该声明称 没有证据表明 国民警卫队存在内部威胁 该声明的同时还感谢联邦调查局 协助国防部完成了此次任务 以及超过2万5千名 国民警卫队战士对工作的配合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 17日晚上在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 最新提出的一份刑事告诉状 经过辩认 曾参与右日闯进国会行动的 年轻女子威廉斯 被指窃取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笔记型电脑 并有意出售给俄罗斯情报机构 据纽约时报报道 一名宾夕法尼亚州女子 涉嫌偷走佩洛西的笔电或硬碟 报道引述威廉斯的前任男友的画质 威廉斯从佩洛西办公室 拿走类似笔电或硬碟的物品 这名证人还提到 威廉斯打算把相关设备寄给俄国友人 而该友人计划把设备 卖给俄罗斯的情报机构 这些设备仍在威廉斯手中 不确定是否已经销毁 此番证词成为联邦调查局的调查重点 此前FBI探员曾亲自登门拜访威廉斯 却发现屋内只有威廉斯的母亲 老太太声称女儿告知要移家束周 但没有说明去向 当女儿闯入国会的照片摆到面前 老太太配合指认 联邦调查局官员们说 现年22岁的威廉斯显然逃走了 中国知名传播学者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土基光 18日早上金船从校内大楼坠楼身亡 据悉 土于2020年10月曾实名举报官员滥指 暴力拆除公民合法房产问题 当地时间18日 关于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土基光坠楼的消息 在多个社交平台传播 之后成都公安当地派出所 向陆媒财经证实 当日上午八十许 却有一名四川师范大学老师坠楼身亡 经警方现场调查勘察 排除刑事案件 具体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当日下午 妥妻李莹也认识上述消息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尽管目前官方权力维稳 并施压知情人闭嘴 但妥基光好友认为 妥坠楼可能与他家园被强闯有关 翻查资料发现 身为法学博士的妥基光 一直在为自己维权 三个多月前 他在网上公开举报 成都市城华区的区长 普发友滥职 暴力拆除公民合法房产 他在信中提到 从2011年起 起家位于城华西青龙厂 及万年厂的两套住宅 在拆迁过程中 拆迁人员先后使用威胁 围堵 网络造谣 诽谤等方式 试图逼迫与之签约 但家人最终顶住压力 没有屈服 最后 普发友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会议 在没有签署拆迁协议 没有启动征收 没有申请司法强拆等前提下 部署对两套住房进行异地拆除 数千名宏都拉斯北漂移民 近来开始朝美国迈进 并敦促即将上台的 民主党籍总统候选人拜登 遵守其承诺的移民政策 而拜登政权移交团队的 一位匿名官员 17日则对外呼吁 现在不是移民的时候 据报道 中美洲国家宏都拉斯数千名无证移民 试图越境前往美国 邻国危地马拉17日派军队及警方 在接壤宏都拉斯边境 阻止难民大境越境 双方爆发冲突 多人受伤 这批冲冠难民大部分来自宏都拉斯 试图经危地马拉及墨西哥 最终目的是到美国寻求庇护 针对这次事件 一名拜登政权移交团队的成员 17日向NBC透露 美国边境的情况不会在一期间改变 并且希望这些寻求庇护的移民明白 他们不会立即在拜登政权刚上台的 前几个礼拜进到美国 而这会让他们的健康与安全暴露在风险之中 美国社媒Parler公司 上周不仅遭到谷歌 苹果和亚马逊 三家科技巨头的联手封杀 更传出首席执行官约翰·马特遭遇死亡威胁后 不过Parler于17日重新上线 据报道 Parler约被迫关停一周左右 在变更次服务器托管商后 现已重新上线 Parler执行长马泽在Parler恢复上线后 留了一则讯息 你好世界 这东西打开了吗 报道称 马泽面对全面封杀 痛批言论自由受到限制 并强调将不会屈服于各方封杀带来的压力 马泽说我们将解决面前的任何挑战 希望很快就能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不会让公民的话语全消亡 报道引述华盛顿观察家报消息 Parler于1月11日 将其注册的域名和刺服务器托管给了APIC APIC是专门托管保守派网站的 网际网络托管公司 中国近来于东北、河北等多地爆发新冠疫情 首都北京也于18日传出两起本土病例 而其中一名病患在确诊前的潜伏期间 曾四度搭乘北京地铁 消息一出已引发北京市民担忧 去中媒报道 北京大新区于18日增加两名确诊 其中一名从事媒体工作的男性病患 在确诊前曾有两天上加班 搭乘北京地铁4号线和1号线通勤 目前该男子居住的大新区天公院街道 荣惠社区则列为中风险地区 网友发布视频显示 小区核酸检测排成队 受疫情下多地封城 寒流冲击 中国新年将至等等因素影响 中国各地菜价一路飙升 一位中国网友近日在微博上感叹 走一圈菜市场 发现比疫情吓人的是物价 成都一位网友说 成都已经算农产品丰富自产自销的地方了吧 就瞅了一眼家附近菜场 鸡蛋8元美金 菠菜16元美金 大白菜22元一颗 但最震撼的还是豌豆煎25元美金 类似的抱怨来自全国各地 来自黑龙江奇奇哈尔的一段视频显示 买菜的速度赶不上涨价的速度 视频中这位消费者近日在超市买菜 还没买完菜老板就换标签涨价 在这种背景下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15日在新闻发布会宣称 中国物价水平保持温和上涨 就引来大量网友激讽 2021年第一个流行词温和上涨 把物价失控描述的如此轻心脱俗 不过到底有多温和 他们没好意思讲 我们也没好意思问 失业叫下岗 通货膨胀叫温和上涨 金融危机叫经济下行 老配方老味道 专业修辞你懂的 近日中共国企广西集团董事长公开称 将研发量产快速充电 高续航里程的电动车电池 该言论被现场的专业人士打脸 直指以现在的技术无法达成 据报道 16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上 广州董事长曾庆红称 广西电池资源团队经过三年的持续开发 目前石墨烯机超级快充电池 已经进入实车测试阶段 石墨烯机电池最快可在8分钟内充电至80% 续航650公里 我们希望年底能够全面进行量产 他还称 广西还在开发结合归附级材料 能量密度达到280瓦时每千克 续航里程达1000公里的新型电池 但在该论坛上 中科院院士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欧阳明高 却公开表态 如果有人告诉你 这个车能跑1000公里 几分钟能充满电 还很安全 成本又很低 以目前的技术来讲 它一定是骗子 据大陆汽车专业人士分析 广西集团给出的数据并不是新进的技术 同时存在漏洞 该集团并没有说明是给电信充电的时间 还是给电视包充电的时间 也没有说明电视包的大小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微播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